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你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这个校园导演计划打赛 当然记得最后我们不是一起主持那个颁奖典礼吗 没错 那你还记不记得其中有一部作品是由天津音乐学院选送的 那么其中就提到了一位来自英国的作曲家 作曲家 我想起来了 那个他名字叫George 对 这是中文名字忘了 是吧 但是呢 其实呢 他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他不仅仅是在这个校园导演计划的作品中出现过 而且呢 在之前我们的节目中有一期是说这个木兰同声合唱团的 是 他也出现过 没错 明白了 他就是一位我们节目中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对 你这个总结非常的精气 是吧 但是呢 看完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 他应该就不是陌生人了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来自英国的作曲家 卢长健 天长飞我们真国 云天根全 水中游了我们的作曲家 卢长健 我叫卢长健 我是来自英国的作曲家 也是天津医院学院作曲系的习主任 同时也在天津大剧院木兰同声合唱团的舒伯特班教科 George Holloway 是他的英文名 他将 Holloway 的姓画成卢 George 的名音译成长健 于是有了这个颇具英雄气概的中文名字 卢长健 一边喝茶 一边听曲 是卢长健来到中国之后培养的新爱好 他正在欣赏的 是一段在台湾和福建比较流行的地方剧种南广 我喜欢很多 中国很多传统的音乐种类 比如说京剧啊 困曲啊 平坛 然后还有一个叫福建南音 然后南音这个音乐是非常有魅力的一种音乐 是有歌唱 然后两三个乐器当伴奏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音乐种类 总体算起来 卢长健已经在中国度过了五六年的时光 在从来没来过天津的情况下 他抱着好奇与试试看的心理 应聘了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的老师 从此也爱上了这个有异国风情的地方 我来这里之前就不太了解这个地方 是来了之后我觉得还挺好啊 有海河 河边的建筑挺漂亮的 那个桥 解放桥 我喜欢密约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密约跑步过 我知道很多人去那边跑步 我长大的那个城市是布利斯托尔 那个有雪 有很多 有河 然后它离海很近 其实它跟天津很像 感觉它有自己的味道 自己的氛围吧 所以我觉得来到这里生活 来到这里工作挺好 每天他骑着心爱的自行车 走过一条条的街道 一座座的欧洲风情建筑 感受那似有似无的熟悉 一晃三年多的时光过去了 卢长健在天津已经小有成就 他是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的系主任 也是天津木兰同声合唱团的指挥 同时还是天津青年千人计划的获得者 虽然有不少光环和头线 但是写得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可以看视频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你可以看他们的吹法 你可以看他们的执法 可以看他们的手指是怎么动 就是他们去上专业课的时候 我很好奇 我就过去看 一进去看 是一个很帅的老师 然后还挺开心的 就去听他讲课 因为我在我印象中 年轻的老师可能就是说 会比较亲涩一点的 都没想到他讲课还是蛮好的 一开始我们觉得 难道说英语吗什么的 但是发现他的中文其实蛮流畅的 而且就是我们老开玩笑啊 互相开玩笑 就觉得特别亲切那个感觉 他对每个学生都是特别负责任的 然后呢他每次讲课 他会很耐心的告诉你 你的缺点是什么 然后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 我觉得你弹得不够连贯 所以这三个音 后面这三个音 就是这三个音的一个对比 就是他需要这么拉这个 他应该有什么感情 就 就是一条线的区别 就会改变他的 他的演奏方法 力度 力度的线条 力度的变化就会不同 作曲系的学生上课 多是一对一的辅导 有时也会有这样小组上课的时候 卢长健喜欢拿现场演奏的视频 给学生们欣赏 解读 让他们从真实的表演中 寻求自己创作的灵感 你看这是一个低音唱号 它的管多一点 所以那就是七个半音 每一个位置就是一个半音的区别 所以七个半音 我觉得我个人最重视的就是 他们个人的主动性 他们自己去接触音乐 自己去研究 自己去学习 我一直在试着提高他们的自学能力 然后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 我觉得如果他们有这种发自内心的动力去学习 然后去对事情好奇 那他们就可以一辈子就继续这样做 可以一辈子去继续学习 寒假快到了 这是学生们这学期最后一堂课 经过半年的相处 他们的关系使师生也更像朋友 多少岁 我还不知道呢 多少岁 三十 三十四 好大 还好呀 年轻 好大 七年做几家 和学生们告别后 下午茶的时间到了 卢长健常常光顾校门口这家小店 生活在异国他乡很多年 他对乳制品的喜爱一如往心 你好 今天喜要什么 来一杯黑糖上的奶茶 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奶了 一元第一周回国 回家的妈了 你是她和我妈吗 好的 给拜好 而且在这里 还住着一位勉强可以作为老乡的伙伴 老板 这个猫是什么种类 刺耳 苹果的 是吧 苹果的 老乡 老乡 你今天有点困吧 好困 寒假马上就要到了 冬日的校园冷清不少 而对于卢长健来说 他本学期最大工程还没有完成 他花了大半年时间创作排演的同声歌剧 曹春称相即将首演 我录取了这个天津市政府的青年成人计划 然后又因为这个成人计划就有一些资金可以去组织我一些活动 一些学术活动或者一些音乐会之类的活动 我就用了这个一部分的钱支持我举办这个曹春称相的同声歌剧 这个用西式的唱腔演绎的中国传统故事 以钢琴作为伴奏的主要乐器同时 更融入了中国传统乐器古征和笛子的元素 距离演出只有一两天的时间了 排练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 所有曲子的旋律也早已烂熟于心 卢长健将排练的重心已经放在了对作品感情的表达上 还是太快了 要控制你的手指 现在你的手指没控制好 再来 三 二 钢琴就是这部歌剧里面的最重要的乐器 因为它是孩子平常排练的时候用来当伴奏的乐器 它就是这个音乐的主要的内容 然后笛子和鼓掌应该可以说是装饰的一个作用 这是卢长健第一次尝试 以同声合唱团为主角来表演一部完整的歌剧 要有情节 但故事结构还要简单 异于让孩子们接受 于是卢长健将歌剧中的内容锁定在了北京学语言时 就接触过的题材曹冲称相 写歌剧的一个很难的元素就是 怎么控制它的情节 然后怎么用音乐来表达它的情节的重要的发声 但是因为曹冲称相的故事特别简单 它没有特别多的发声 没有特别多的场景的变化 这个就适合做一个小心的 时间短的 然后适合孩子一部歌剧 从去年九月开始 卢长健就开始带孩子们排练这处歌剧了 以每周五个小时的练习强度 他们已经排练了四个月的时间 作为木兰合唱团高级班的老师和指挥 卢长健和这些孩子们非常熟悉 他们的水平他也非常了解 OK 所以就是除了最后一个音音以外 笛子都是跟着你们 OK 笛子你听出来了吗 就是你需要多听中声部 因为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你的音准 卢长健创作的这部歌剧并不简单 没有长期的训练和阅历基础 是很难完成的 因为我很了解这些孩子 我已经教了这个班 教了三年班 所以呢 我写这个曲子的时候 就很勇敢地给他们写了很难的东西 有一首是一个卡诺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的 观众有没有接触到卡诺 卡诺就是一个旋律 然后两个声部会在不同的时候 唱一样的旋律 所以有一种交叉 那么这个特别难 这个特别难 因为它第二个声部 不可以被第一个声部打乱 它必须就保持它自己的内容 这个我们拍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其实我第一次跟这首歌满意 就是上周二的排练 那就是第一次我感觉他们 他们唱得还挺好 2018年1月7号 天津音乐学院音乐厅 在这里 卢长健第一次自己作曲 编排并指挥的同声歌剧 曹冲称相即将上演 卢长健请来了专业的舞美和造型师 来布置舞台和化妆 对于这些身经百战的小演员们来说 上台表演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我今年十岁了 你学唱歌多少时间了 大概有五年吧 因为我就天上喜欢唱歌 今年十岁 我从四岁半开始学了 我在学校天天都想唱歌 音乐课的时候就总是激情地唱 我学习唱歌也很多年了 我是学校香海发表演团的主力队员 你上海发表演团的队长 你这次唱的是什么节色呀 宽建水 距离表演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了 上台之前 卢长健要坚持再带孩子们练一下发声 把声音打开 在这个时刻 卢长健可能比孩子们更紧张 而这时候 两位特殊的客人来到后台 一下子让气氛轻松起来 卫平老师 他是给你们写这部歌剧的歌词 大家欢迎他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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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介绍王老师 他是我在北京语言大学 学习汉语的时候的汉语老师 非常 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笑的故事 就是 我邀请了我的汉语老师 给我写剧本 因为我一直非常佩服他 一直觉得他很 很博学的一个人 但是他 他说他从来没有写过这样的东西 他不太知道怎么写 13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学期的中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汉语节目表演 我们就编了这个 曹冲称相这个小话剧 当他到了天津以后呢 他发达了 他就问我说 王老师 你对那个曹冲称相 还有兴趣吗 说你要不要这个 把咱们的剧本来编一编 然后我把它编成这个话剧 给孩子们演 我当时 对 这歌剧 当时我很兴奋 可是呢 我用了很长时间 没有把它最终写出来 我就积累了这资料 一直到我们开始宣传的时候 他说 哎 常见其实不是我写的 是我的老婆写的 你还是要改那个名字 有一天早上写 天气特别好 就拉开窗带以后 那个阳光哗就进来了 我突然就觉得 哇 今天天气这么好 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剧的 前面几句台词 就是那个天气情好 当时后来可能那个原剧 可能有点改 就原来的剧都有点改 我觉得天气特别好 我说那天肯定是 曹冲在那个河边称相 可能有这么好一个天气 我就刷就写这个小开头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想写 大概就这样一个过程 我说那天气特别好 雲天 心天 雲天 天上飞 我们天国 明天多见 谁永远的 我们天国 也写余香 在这场演出中 也有几位音乐表演专业的大演员 这部展现小朋友智慧的歌剧中 他们的角色都是配角 曹冲称相 他的主角应该是曹冲 然后我就主要是扮演一个父亲的形象 曹冲的父亲 其实跟小朋友们在一块的话 交流是比较难的 因为我们要考虑这个戏 然后还有考虑这个人物 因为我是作为父亲 然后孩子们是小孩子 然后跟平时的我们正常成年人之间 可能是比如说关系是同事这样子关系 然后跟小孩子可能更有这种父子的这种关系 提醒我们的父亲 是个父亲 是个父亲 在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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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 亲 在母亲 在母亲 和母亲 在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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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一场演出中 卢长健实现了自己很多梦想 创造了不少自己心中的第一次 第一次编曲并指挥整个歌剧 第一次正是创作古征和笛子的旋律 第一次以中文为基础创作声乐 让我很感动的就是 他们是非常的热爱那个作品 他们非常喜欢我学的草丛丛相 其实是超过我预料的 超过我预料的 他们特别特别愿意去唱那个音乐 特别愿意去学习那个表演 大乡 从这个孩子的这个表情还有发声 你看就是专业受讯的挺不错的 我觉得让孩子参加这样的活动 对他的性格 对他在各方面素质的培养都非常好 演出顺利结束 几个月来的紧张排练下来 这一刻卢长健终于松了一口气 可以享受一下休闲时光 一有时间 卢长健就会参加这样的沙沙舞会 和朋友们一起跳舞 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 对于卢长健来说 在天津的三年时间很长 他已不知不觉地融入了这座城市 三年的时间也很短 因为这里还有他很多的梦想和憧憬在前方 这就是卢长健一位生活在天津的英国作曲家 其实他的故事也是发生在很多生活在天津的外国人身上 就拿我打个比方对不对 起初来到中国是为了学习 可后来被中国文化以及一位中国姑娘征服了 留在了天津 没错 其实咱们天津是一座有梦想的城市 对 那生活在天津的这些外国人其实也都是大多抱有梦想的 那在这里就祝福这些外国朋友们 你们可以开开心心地实现自己的风险 没错 那在这里外国朋友也祝福我们的观众 那说到这里 我们本期节目就要结束了 非常感谢收看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到了这座城市 和一起发现他的心情的事 请大家多多关照天津 我们来了 天津 Hello Hello 天津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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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h Hello Hell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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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